大家看之前記得 CLSS 我的頻道 各位好 大腳板今天帶大家去大角咀的一間 主打耳酒入站的新派入中菜館 酒筷子找一口吃 店內的座位相當寬敞 而這裡有幾款茶葉賣 它的白桃烏龍茶味非常香濃 今次點了十幾樣食物 逐樣介紹一下他們的質素如何 這碟鵝腸抵讚 乾淨入味而且還相當爽滑 這個黃金豆腐真是做到外脆內軟 至於這個炸雞 它是配了黑松露炒雜菇 非常之有誠意 這個龍湯粗菜真是沒有改錯名 這個湯真是很濃 至於這個醬黃曼煮安格斯牛 很少喝中菜廳會有這些西式牛扒吃 做得都夠入味而且一點都不粗 這個清酒鵝肝 那股淡淡的酒香 中和了它鵝肝的油膩感 這個懷洋炒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脆波波的蛋絲 口感相當新穎 這個鹽水鴨 鹽味滲入鴨肉 肉質相當實在 這個沙薑蒸聖子 聖子肉掠葉縮水 另一吃法 沙薑聖子粉皮 這個圓條上的鹽燒海芳 真的用來打卡拍照一流 反而它這個叉燒 我就覺得不是太特別 而且真的切得太厚了 叉燒酥不過不實 都算脆口 它們這裏的勃仔糕 紅豆相當足料之餘 它的高底也相當之嚴硬 而且不會太甜 大腳板相當推介這間 平民價錢酒店水準的酒筷子 喜歡這條片的都不妨CLSS支持一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